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 约草字某某 草字少分 有亲戚示娇者 应各以其名分彼此相称 嗨 妹妹 嗨 哥哥 普通称人约先生或某兄 自称约弟 王兄你好 陈生你好 老者 长者 称约老先生 老先生你好 自称约后学或称字名 后学有事请教 诶 请说吧 称人之父约令尊 母约令堂 小米 可以为我介绍令尊令堂吗 向人称字父母 约加言 约加词 这是加言 这是加词 这是加词 见朋友之父称老伯 母称伯母 自称晚获值 老伯 伯母你们好 晚辈是小明的同学 你好 称人之主约令主公 主母约令主太夫人 小明 令主公和令主太夫人进来可好 向人称字主约加主 主母约加主母 家主和家主母生子都还硬朗 谢谢 见人之主父 主母 称太老伯 太伯母 至称己名即可 太老伯 太伯母你们好 小丽向你们请安 呃 好 好 好乖 称人之兄弟 约令兄 约令弟 向人称字兄弟 约加兄 设弟 请问令兄今年贵根啊 家兄今年赶满四十 摄弟平日的陈蒙年照顾了 哪里 令弟能力很好呢 称人之姐妹 约令姐 令妹 向人称字姐妹 约加姐 摄妹 听说令妹今年要结婚啦 不 算命是明年才结婚 今年结婚的是嘉姐 嗨 恭喜恭喜 贱人之兄弟 称己先生 或己兄 自称小弟 王二兄 小弟先告死啦 臣先生 您慢走 贱人之姐妹 统称己姐 称字约小弟 书款者称氏 书款者称氏 秋大姐 秋二姐 小弟改天再来拜访 保重啦 拜拜 拜拜 称人之妻 约令政或尊夫人 向人称字妻 约酌金或贱内 恩 酌夫人进来可好啊 托您的府 酌金刚生了个胖儿子 见人之妻称嫂 自称己明 如子可自称妹 嗨 王嫂 恭喜你啦 谢谢 都是托成兄的福气 女子称人之夫 约尊夫某先生 向人称字夫 约外子 听说 尊夫王先生出国去了 外子是到大陆出差 昨天才跟回来 见人之夫称某先生 自以避免称乎为家 如必要时 只称本人即可 王先生到大陆 有顺便释出参观吗 去了只尽诚意哦 很值得一看哦 称人之子 约令郎或公子 称人女约令爱或女公子 令郎令爱在学校功课如何 向人称字子 约小儿 女约小女 小儿数学方面还不错 小女则对英文很有兴趣 见人只称四兄 自称弟 称女约四姐 自不称 四兄四姐 好久不见 嗨 小慧 称人之孙 即孙女 约令孙 约令女孙 令孙 令女孙 真可爱耶 多大啦 向人称字孙 即女孙 约小孙 约小女孙 小孙今年要生国中了 小女孙才要生小四而已 见人之孙 即孙女 称即公子 即小姐 嗨 大公子 大小姐 你们好啊 纯小叔好 称人或称至之已故上辈 同家依仙字 如称人之故父母 曰令先尊 令太夫人 称至之故父母 曰先言 先辞之类 嗯 令先尊 令太夫人 是何时过世的 先言 先辞 在前年就先后去世了 称人已故下辈 不必令加字 指云以前某兄即可 称至故下辈 但加一王字 或云以前某某亦可 以前小民兄都喜欢去什么地方呢 以前小民最喜欢去动物园啦 称人之孤障姑母 冤令孤障 令姑母 称人称至孤障姑母 曰加孤障姑母 小民啊 听说令姑障姑母 刚从美国回来啊 加孤障姑母 亦即回来搭两个星期 见人之孤障姑母 称老先生老太太 交后者 可称老婆及老伯母 老伯老伯母 好久不见啦 美国的生活还习惯嘛 阿玛比小猴峰 阿玛比小猴峰 还算不错 不过啊 还是很怀念台湾的家乡菜 那这次就让小弟好好招待二位吧 这是一定要的咯 称人之旧父旧母 曰立母旧 令旧母 向人称至旧父旧母 曰加母旧 加旧母 小莉 令母旧令旧母 是不是要去日本玩啊 是啊 加母旧 加旧母明天就要出发了 见人之旧父旧母 称未访前 老伯 老伯母 祝你们一路顺风 玩得开心 谢谢你 称人之岳父岳母 曰令岳 令岳母 向人称岳父母 曰加岳 加岳母 听说令岳 令岳母 要回乡下住啊 是啊 加岳说 在台北住不习惯 见人之岳父母 称未访前 老先生 老太太 要回老家去啦 是啊 还是乡下比较亲近 而适合我们老人家 称人之内职 曰令内职 称人之生 曰令生 向人称字内职 生 曰臂内职 曰社生 陈兄 这两位是 陈兄 这两位是 他们是毕内职 小慧 还有社生 阿明 令内职 令生 都好可爱啊 欸 哪里哪里 称人之序 曰令序 曰令序 向人称字序 曰小序 欸 苏劳 恭喜你啊 听说令序高僧总经理啦 呃 谢谢 但小序也是努力很久啦 称人之亲友 曰令序 曰贵友 称人之亲友 曰令序 曰贵友 向人称字亲友 曰社亲 必友 小明 令序是哪里人啊 社亲 是台南人 家父也是台南人耶 哈哈 真巧耶 称人之师 曰令师 深曰令高主 向人称字师 曰毕业师 称字深 曰毕图 欸 小明 令师在忙些什么啊 毕业师正在批改我们的暑假作业 小明 令高主很乖巧啊 功课如何 地图其实很调皮的 不过 功课是还不错 称字师 曰夫子 或巫师 称字曰授业 或曰门生 夫子 门生有问题想请教 小明 你有什么问题 请问夫子 为了还没有男朋友 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吧 嘿嘿 称人之长官 曰贵某掌 院部厅局等 称人之属员 曰贵部下或贵属 向人称字长官 曰贵某掌 称字属员 曰贵同事或贵属 称其某姓某职亦可 听说贵部长今年要融退啦 是的 贵部长的融会典礼在下个月 所有流程由贵属 王夏寺负责 哦 贵属这么年轻就单此大任 想必是位优秀的人才哦 那里 您给我讲了 年轻人就该多学习 称人之主人 曰贵上 称人之仆 曰尊记 向人称字主人 曰贵上 称智朴 曰小贵 听说贵上前几天生病有好些了吗 多谢关心 贵上已经好很多了 天君记说老先生已经康复 恭喜了 恭喜了 啊 还好有小贵不分日夜的照顾我啊